堂哥 堂哥 你先别洗了 我二嫂跟我二哥吵起来了 啊 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 你快过去看看吧 好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 我妈说话就那样 你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嘛 本来家境就不好 以前是我这样说我那样 谁受得了啊 我能懂 日子是我们两个人过的 我们应该互相包容 小发 你们怎么回事 没事 我们的事你别管 堂哥 你别担心 我们有点小误会已经解决了 说清楚就好啊 小发 你给我过来一趟 我有事跟你说 小发 我知道你现在事多加厉大 越是这种关键时刻你越要稳重 不要因为一点小时就吵架 当牛都懂 只是那天太烦了 感觉做点事一点都不理智 但是你也不能跟木兰吵吵闹闹的呀 吵闹也不能解决问题 知道了 我得好好调整一下自己 夫妻之间就要学会换一次卡 你懂得她的苦 她懂得你的不容易 就是啊 本来我们家家境就不好 我二嫂还一直这样跟着你 已经够好了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 会放心上的 听进去就好 我们也不是在批评你 有什么事好好跟木兰说 快去哄我人家 知道了 嗯 怎么停水了 唐哥你那鞋都没洗干净就要拿去晾啊 停水了我准备拿去水里面洗呢 那正好我也有几件账的我跟你一起去 小妹你上次不是跟木兰去你老公家那边吗 怎么又没把唐团员他们借过来 他不是想带吗 就让他多带一段时间试试 那你就不想他们吗 想啊 但我就不带回来 我看你啊 真是死了面子何受罪 哎 你不结婚是永远不会懂的 是 是 就你懂得多 行了 不可以说这个了 唐姐好点没有啊 别提了 昨天叫她去医院 她不去 今天连肿的要死 现在去医院了 这还不是她自己说的 你就不要在这里说妇良话了 我说的本来就是实话 赶紧刷鞋吧 赶紧刷鞋吧 唐哥你怎么洗得这么慢 我都在这等你好半天了 你就洗了两双鞋那肯定快了 我洗这么多 赶紧的收拾好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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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偽